Hello 今天我们再来对比一下Nasiso的四汁香水 Nasiso for her的黑瓶是EDT的淡香水 前调是以清爽的香柠檬来带出橙花和桂花的清香 这里的桂花它没有特别甜 中调是灶感的涉香和微甜的琥珀 整体的香感是比较轻快的 女香偏中性一点 可以搭配香槟色 米色 白色 黑色的通勤妆 适合日常工作 约会 扩香力中等 春秋冬三个季节 流香时间虽然是EDT的淡香水 但也是很优秀的 Nasiso for her的粉平是EDT 淡香水 前调你就可以闻到玫瑰花和桃子 前调的扩香会比黑瓶会来得更加的浓郁一些 扩香力也强一点 与中调的色香来搭配 就是典型的玫瑰色香 但这个玫瑰是属于清甜的 整只香感就是满满的女人味 一点都不俗 举个例子就是女生刚洗完澡之后 清爽的体香 有一点轻微的皂感和淡淡的花香 头发还没有完全吹干 就忍不住特别想去给她擦干头发 所以绝对的温柔 展蓝香 非常低调的体现出女性的柔美 和一点点轻微的预感 适合春秋冬三个季节 夏天会觉得有点闷热 流香时间不用说 特别优秀 再来看白品精纯色香 开篇就是浓郁的白花和色香 前调和阔香跟粉品差不多 中调开始微微的减弱 中调的色香用到了好几种不同的色香 整个的香感是有厚度有质感的 香感上没有太多的层次变化 比较线性 很低调的温柔 适合都市百里日常通勤 在春秋冬三个季节 流香也是很优秀 再来看最后这瓶美红的 前调的花香和粉红胡椒 香气是非常的热烂性感 阔香也超强 带有轻微的脂粉感 中调部分阔香微微的减弱 玫瑰花和牡丹的搭配 敬显女生曲线的柔美 整支香感是四支那些素香水当中最性感的 也是情欲和肉欲感的最强的 所以非常适合约会 腰汗 展蓝 特别适合在秋冬季来用这支香水 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你的小信心 还要测评什么香水 在评论期间